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安主帅施密特就对他赞不绝口 班平比分的进球非常关键 奥古斯托的表现有目共睹 他是我们绝对的核心 本场比赛中国安排出三中类阵型 正是为了限制阿西姆彭的发挥 施密特也解释道 他们的进攻速度非常快 如果四后卫的阵型没有非常好的状态 很难防守住他们 所以我们在后防线分加了一名球员 不过由于雷腾龙的意外受伤 国安不得不重新改回四后卫 而使中国之后设位清道夫 并且发挥抢眼 尽管之前没有打过这个位置 但是中国打得非常聪明 也是球队能限制住对方的进攻的功臣之一 此外 张希哲在这场比赛中打入一球 以42球独占国安队市射手王 这力进球也是国安队市的第一先力进球 不过张希哲也坦言这个 进球记录也不是很多 希望未来更多国安球员能打破这一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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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